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年八歲 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知恩報恩的燕王 從前在波奈城旁有一個大池塘 池塘裡有很多魚、烏龜、鴨、鵝 及燕鳥等 其中燕群的首領名教治國 統領五百隻燕鳥 有一天一名獵人來到池塘邊 布下羅王準備補燕 燕王在覓食時 也不小心陷入王裡 燕王心想 如果我現在出生 同伴們一定會因驚嚇而逃走 便無法吃到食物 還是等他們吃飽了 再通知他們吧 等燕鳥們都吃得差不多了 燕王這時才大叫 大家注意 有獵人來捕捉我們 我現在已經弱亡了 你們趕快逃啊 燕群們聽到燕王的警告後 嚇得驚慌失措 蒸仙恐後的飛走了 只剩下一名叫蘇摩的燕鳥 布人先讓燕王自行離去 燕王對蘇摩說 你就代替我做王 代理所有的燕鳥吧 蘇摩難過的說 燕王平日這麼照顧我們 我們怎麼可以在你為難時 氣你而去 我寧願和燕王一起死 也不會獨自逃命的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讓你離開這個王 過了一會兒 獵人前來尋世捕獲的獵物 蘇摩著急的對獵人說 燕王的肉和我的肉一樣 我願意替他死 請您放了他吧 獵人深受感動的說 你為了救燕王而寧願喪命 這種忠義之心令我十分讚嘆 我不但不會殺你 還會放了燕王 於是就為燕王離開王子 但是燕王並沒有馬上離開 他輕聲的對蘇摩說 他是一位慈悲的人 放了我們一命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報答他 獵人看他們遲遲不肯離去 就問道 還有什麼事嗎 我現在已經放了燕王 你們怎麼還不快飛走呢 燕王回答 我們正在討論如何報答你的大恩 燕笑著說 謝謝你們的好意 你們只是鳥類 能報什麼恩呢 我們帶你到波羅奈城 見梵德國王 我會請他替我報恩的 由於燕王和梵德國王素有交情 聽了燕王的說明後 馬上長遞許多寶物給獵人 獵人得到寶物後 敢配獵王知恩報恩的心 不但將寶物失憑仇人 並發願從此不再打獵 人人行三好世界更美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